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兔 今天要來介紹的球員是大家敲碗已久的球員 睽違一年終於又回到我們的老將特輯 今天要來介紹的球員不簡單啦 這位球員在2020年的8月30日當天完成生涯第1500場出賽 成為史上第四位達成這項紀錄的球員 此外他還曾經從陽雞隊的王牌投手Tanaka-san手裡打出超級安打 在新竹球場面對滿壘平手的局面集出驚天動地的再見大滿貫 因為選球能力出色 所以也創下連續八打期都獲得四壞球保送的私奇障礙 同時也被日本媒體譽為亞洲選球王的周私奇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吧 周私奇現年38歲 出生於1981年10月26日的花蓮縣 身高178公分體重90公斤 是一位左投左打的外野手 綽號有周董與甩甩等等 究竟這位帥氣的球員是走過什麼樣的棒球路 才能夠在職棒舞台上生存的呢 國小與國中私奇都待在家鄉中度過 直到邁向高中的交叉點時 才選擇離開家鄉前往高雄的高院工商就讀 雖然在高中期間曾入選成為中華隊的一員 但是在熱身賽中滑壘導致受傷的關係 讓他在正式比賽中都只能待在旁邊觀戰 高中畢業後私奇取得了輔文大學的入學資格 私奇沒有因為當時在中華隊訓練時受傷而放棄棒球 反而是越挫越勇 積極參加了各項國內的賽事 多次拿下打擊獎與最佳外野手的殊榮 也在充滿著各國好手的國際賽中磨練與成長 大學畢業後成為了成泰隊的代訓球員 只不過令人惡腕的事 私奇在即將要退伍的時候傷到了自己的肩膀 最後成泰仍向當時在生涯中迷惘的私奇伸出了手 成泰願意等到私奇傷勢復原後 在充滿好手的職棒舞台中殺殺殺 最後私奇也與成泰達成公司後開啟了棒球之路 時間快轉到了2006年 面臨到人生第一個完整球技的周私奇 多半是以代打身分出賽 而在這僅有146個打數中 私奇敲出了34隻的安打 這34隻安打當中 同時也有一隻安打是生涯手轟 時間再度快轉到了2007年 周私奇開始適應職棒的強度 活練出了銳利的殺氣與劍氣 整季一共打出了七發的拳射打 其中包含從劉宜盾手裡打出了代打滿貫拳射打 私奇打破過去自己所面臨的低潮 整季一共攪出3x08、3x70、4x75的打擊三圍 也與隊友一同獲得上半季的冠軍 只可惜到了下半季球隊開始呈現疲勞 雖然周私奇在肌肉挑戰賽上 絲毫沒有菜鳥的姿態 攪出3x打擊率的穩定表現 但是因為隊友的活力 讓陳太在肌肉挑戰賽上 只能面臨到被統一是橫掃的命運 因而錯失了力拚總冠軍的機會 2008年是讓周私奇非常難過的一年 陳太銀行在被併入星光金控後 因價格談不攏等因素導致陳太球隊變成像是皮球一般 在技術因無人接管導致所有訓練器材都被搬走 直到後來被賽亞科技公司接管後 才正式更名為米迪亞暴龍隊 整治在球季快結束時發生了黑迷事件 而周私奇在面對這件事情不僅不能陷下去 面對對有各種離奇事物也無能為力 心累的他在事件爆發後 還一度在嫌疑人與正人之間轉換 最終周私奇也向全台灣的球迷證實了自己的清白 同時奪得聯盟與大家的肯定 而拿下了人生第一次的最佳外野手獎 在頒獎典禮上 私奇感受到被異樣的眼光對待 使得他在頒獎台上致詞時一度哽咽 不過他也在最終完成了自己的致詞 即在結束後 參加了中華職棒所舉辦的特別選秀會 而周私奇則在第三輪被兄弟相對向重 正式披上黃山加盟入隊 2009年雖然入選成為中華隊的一員 但是又像高中時所發生的事件一樣 私奇在正式開幕前 不小心弄傷了自己的身體 讓他不得不退出中華隊 而錯失打國際賽的機會 隨著職棒賽季開打後 在原定商譽歸隊的日期前 周私奇質疑要復出 帶項上陣的他 仍舊打出自己該有的水準 整機繳出3x11 3x76 4x29的打擊三圍 外加上114.8的OPS加 在超過400個打擊的球員當中 排名聯盟第10名 而兄弟相在該年也殺盡的總冠軍賽 與童醫師強行碰頭 私奇最終打下3x4戰的打擊率 與1分的打點 還曾在G2的4個打擊中 攪出4x打猛打賞 可惜最後兄弟相仍在第7戰的時候 苦吞敗仗將冠軍力量給的統醫師 而球技結束後 中華職棒面臨到最大規模的事件 私奇也在這次的事件中 再度看著隊友一個個離去職棒 2010年兄弟相面臨到換血潮 私奇與恰哥和小飛機 一同組成新一代黃金三劍客 橫掃各隊帶領小巷們 挺進總冠軍賽當中 周私奇也在總冠軍賽上 攪出3x57的打擊率 其中還包含G4 自從新龍牛的投手手中打下了制勝3分炮 私奇最終於對我們很少對手 出場總冠軍的滋味 時間快轉到了2012年 歷經加入職棒7年的時間 私奇終於迎來了 屬於自己人生傳奇的一年 當時的私奇像是精通的 各項棒球的呼吸法一般 9月單月就狂翹了7%的全力打 一共打下了20分的打點 雖然攪出各項頂級的數據 但是不論在安打或是全力打的排行上 周私奇都與第一名的位置擦身而過 而因為打出3x65、4x58、5x87這種 非常穩定的打擊三圍 與打出聯盟第二多的21發全力打的表現 讓他一次就奪下3座的單月MVP 一座年度MVP 一座最佳外野手 與一座銀棒獎 成為當時聯盟第一位 奪下年度MVP的外野手 13年初的經典賽上 私奇雖然只有攪出兩次的打擊率 但是卻攪出3x33的上壘率 這是因為私奇選到了 全隊最高的3次4壞球保送 讓他被日本媒體譽為全亞洲最會選球的亞洲選球王 對的 他的頭銜是有根據的 而不是亂取的 同時還從田中降大手中 打下了這一支的關鍵安打 因為年幼時私奇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 周私奇決定像小時候大家幫助他一樣 幫助小球員 2013年周私奇成為職棒第一位設立獎學金的球員 他希望這些小球員能夠像自己一樣 透過這份獎學金而一元自己打球的夢想 很快的 2015年周私奇再度迎來了爆發了一年 進到職棒第10個年頭的周私奇 先是從賈希亞手中打下自己生涯千安的紀錄 又在充滿人情味的新竹球場中 打下了生涯第一支在劍滿冠拳雷打 話說打出那一支在劍滿冠拳雷打的那一天 我剛好經過新竹球場附近 可惜當時只是一位懵懵懂懂不懂棒球的孩子 讓我錯過了周私奇在這一年完成了第一千場出賽的紀錄 為什麼剛剛會提到周私奇再度迎來爆發年呢 因為私奇在這年再度完成了三、四、五的打擊三圍 外加上扛出了雙位數的拳雷打 時間再度快轉到了2017年 開季前周私奇與理念相同的朋友 一同成立了球鴉棒球發展協會 而冤友的球鴉基金的規模也幫助到了更多的小球員們 球場外的周私奇回饋社會不遺餘力 而在球場內身為老將的周私奇仍舊不顯老 5月13當天先是選出了三個寶送後 隔天的比賽上再靠著選球與纏鬥 選出了四個寶送刷新聯盟紀錄 5月18的比賽上首打擊再度遭到溫暖的寶送 完美詮釋了如何不靠安打就能上壘 連續八打擊遭到寶送也是目前令人難以望其向背的紀錄 私奇不僅能夠靠著選球上壘 在打擊方面也是相當有威力 從林辰華手裡打下了屬於自己的第100隻拳來打 成為聯盟史上第12位完成千安百轟的球員 雖然周私奇的打擊能力出色 但是他的手臂表現一直是為人詬病的一點 對於這點私奇在自傳中也有提到 過去的背力其實是非常厲害的 直到有一次受傷後才失去了自己傳球的威力 而佐爾仁也抓準這一點進攻他的壘包 但是周私奇卻在季后挑戰賽上傳了一個完美的長傳 將郭富林完美主殺在三壘之前 這個長傳讓當時所有在場的球員都大吃一驚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讓大家回憶的一個play啊 時間再度快轉到了2018年8月2日的桃園棒球場內 擔任理事長的周私奇當天被寫入了先發名單上 而周私奇也不忘回報總教練的期待 該場比賽他在6個打數內繳出4隻安安打 其中包含大吃三碗陽春麵 創下了生涯第一次單場三強泡的紀錄 成為職棒史上最年長達成這項紀錄的球員 同時周私奇也完成了生涯第700得分的紀錄 19年周私奇在球場外仍舊不忘回饋社會 先是推出了自傳分享過去打球的過程 後續也將賣出了所得作為培育小球員的球牙基金 不過在球場內似乎就過得不太順遂 開季時先是與兄弟球團談心意的過程不順利 決定開出職棒史上薪資仲裁的第一槍 可惜仲裁委員會決定駁回周私奇提出的薪資仲裁請求 又因為中信兄弟新上任的柏娜總教練的各種怪癖 只能以輪秀的方式上場導致出賽場次銳減 不穩定的出賽機會也使周私奇的狀況下滑 角出很久不見地獄聯盟平均的82.7的OPS加 這也是周私奇生涯少數角出地獄聯盟平均的其中一年 然而面臨到前所未有生涯低潮的周私奇 卻沒有放棄自己從小所堅持的棒球理念 儘管2020年再度面臨到被球團減薪的命運 外加上剛開季打擊人就維持低檔 在6月初以前打擊率甚至低於2成50 但是到了6月以後周私奇又讓我們重新認識了他 宛如回春般的表現讓自己的打擊率回到了3成以上的高檔 7月1號在桃園球場先發出賽的周私奇 4個打數裡面繳出2次的安打 還用了手上的3倍券買了3分砲的兌換券一張 該場比賽周私奇打下4分的打點 最後也與自己的隊友共計繳出5隻的3分砲 讓自己成為了3分砲俱樂部的一員 此外他也在這一年敲出了第1600隻安打 與完成了第1500場出賽的紀錄 再度帶領小巷們完成了上半季冠軍的任務 目前周私奇距離千安百轟百盜的紀錄 只差11次的倒得成功 不過周私奇同時也已經要邁向39歲的年紀 這也讓他不禁感嘆的說出 恰哥後的下一個就是他了 面對體能逐漸下滑的他是否能夠完成百盜的任務 或是能夠再帶給全台灣的球迷更多屬於他的回憶 周私奇的故事仍舊再繼續寫下去 到底接下來的篇章會如何開啟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期待的故事 好啦以上就是我對於周私奇的介紹 身為門外漢棒球迷的我 也認為周私奇實在是很偉大 光是要一個人為社會貢獻實屬不容易 又還要設立獎學金 將過去自己所受到的恩惠回饋給下一代 周私奇的作為實在是非常的偉大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別鈴鐺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可以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分享 我是阿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web 我們下次見